今天我老公休息 我们一家四口打算进城去娱乐一下 去消费一下 因为也挺长时间没有一家四口出去了 今天呢我们打算去保龄球馆打保龄球 然后呢再去游泳馆 顺便呢让我老公教我大女儿去游泳 现在是夏天了 很多小朋友啊都去抱游泳班 那做好了我老公他会游泳 所以呢我就想让我老公教我女儿游泳 就不用去抱班了 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呢 也是在游泳馆认识的 当时呢是他教我游泳的 结果呢他没把我教会 不知道他能不能把我女儿教会 好吧一会儿就跟我的镜头去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今天怎么玩的吧 我们先到了保龄球场了 好过来过来过来 走了 走了 这个就是保龄球馆的里边 环境还算是挺干净的 这里打保龄球呢是15美元一个小时 不管是你几个人呢打多少盘都可以 嗯这边呢是一些游戏机啊抓娃娃机啊等等的 都是投币玩的 今天的人不是很多很多道呢都是空的 可以在这个屏幕上设置一下 设计一下赛道呀之类的 这里也有一些专门为小孩准备的一些赛道 一会儿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是我老公教我大女儿来打 好吧 等会儿轮到我老公的看看他能打什么样 争取一发全中 哎呦你打的还不如擦擦 哈哈哈哈我必须 必须把它放上去 哦呃还行 哈哈哈哈你五分 灿灿刚才也是五分是吧 你俩五比五平了 嗯慢慢的来 我来我看你 看你有什么什么本事 吊沟里哈 哈哈哈哈你个小样 再轮到我小女儿了 小孩呢有这种小梯子 可以让他放上去打 还挺方便的 就是让小小孩也会参与当中 他们也很喜欢 这里还有卖吃的和喝的 很简单就是一些老美吃的东西 什么薯条呀汉堡呀之类的 那我说这是几个 五十七了 看爸爸的爸爸现在落后了 哦哦一发全中哎 哈哈哈哈 玩了两盘不到时间就快到了 他们都后来走居上了 现在我的比分最落后了 不过还是很开心 跟孩子和家人在一起娱乐一下 从保龄球馆出来 旁边就是游泳馆了 就不用开车了 走过去就可以了 这里就是游泳馆了 今天的天气不错 游泳不会太冷 因为这个游泳馆里的水都是冷的 这个游泳馆也是要付费的 不过不是很贵 像我们四个人的话 小孩是免费的 我们两个大人总共花了七美元 我们就是在这个家庭游泳区里活动 这里的水比较浅 两个小孩都挺爱玩水的 这里还有很多人在这打球呢 那边都是一些深水区 都是要会游泳的人才能过去 不太适合小孩 我觉得在美国农村生活久了吧 就特别容易满足 花点小钱啊 就来这边游泳游泳啊 打打保龄球啊 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虽然是可能跟国内的灯红酒绿比起来呢 并不算什么 但是人可能在一个环境下无聊久了嘛 偶尔来一点小娱乐活动呢 就觉得挺好玩的 很满足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呢 基本都是爸爸带着孩子在玩 老公正在游泳呢 我老公的游泳天赋呢 还算是比较高的 他没有请专业的人去教他 基本上呢 都是自学的 每一个泳游呢 都会一点 再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跳板 我老公准备尝试一下 看看他能跳得怎么样 小爸爸跳啊 游泳好不好玩啊 好玩 是吗 好了下去吧 这边都是游泳的一些工具 这边还有一个泡温泉的地方 但是这里是关门的 现在不能进去 靠小女儿在水里游的 多自在 多享受 里边的水太凉了 我出来晒会儿太阳 这里还有很多长椅 可以躺在这里晒太阳 美国人吧 他就是喜欢晒太阳 就是白人吧 都喜欢把自己晒得黑黑的那种的 你看我背后就有一个老奶奶 他正在晒太阳呢 我觉得一般美国人放假下班啊 可能就是去游游游啊 打打保龄球啊 这个都是正常的 其实很少有那种 灯红酒绿的生活 等一下玩一会儿呢 就带他们回家吃晚饭了 反正我觉得在美国生活 就挺简单的吧 一般都是一家人一起活动 很少有跟朋友聚太阳会的 可能偶尔啊 就会跟朋友聚一下之类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 大家觉得美国这种生活方式怎么样呢 那个女的跟你说什么 她说我的友谊照 她说我在哪儿买的 我说在淘宝店买的 好呗 她不想走怎么办 这两个都不走 都不想走 快把她擦干弄走 回家了 走了 回家了 这边还有泳泳衣的甩干机 把它甩干一下 好了 我们准备回家了 虽然是在美国的生活 有的时候觉得很无聊 但是呢 又特别的容易满足 不知道长期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 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里还有人跑步的 美国人呢 很爱在这种民间小道跑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也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